如果我问你泰国的国宝是什么 你肯定会告诉我其中一项的答案就是大象 来到泰国 很多朋友呢 就会以不同的方式跟大象有互动 那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的是一个 对大象有保护的地方 那就是 奈地大象银 进来以后呢先过来就是 登记登记完了以后呢领取自己的一个衣服 是看出来我有多胖 给我个XL 好啦 这个衣服呢是拿来干嘛的呢 那这个衣服就是我们在大象银会穿着它 然后融入到这个活动当中来 先去换衣服 进来以后呢 导游现在就会跟大家说一下 简单的一些流程 待了他会很风趣的跟大家先来解释一些 泰国简单的习俗 一定要好好的来听这个环节哦 介绍完呢就会教大家来做这个大象的食物餐了 黑色这个叫酸饺 酸豆角 不用搬很多 大象不喜欢吃酸的 喜欢吃甜的 就搬一丢丢就好了 我们就准备开始做大象的美食 这个一勺 一勺 丢丢 这个我都想吃了 一点点盐 再来一个芭蕉 就这样粘 不停的捏 因为芭蕉里面呢是含有水分的 所以就不停的这样子把它揉起来就行了 我这个快盛了 这就是我的成品了 今天大象就准备吃这一拖了 虽然大象吃以后呢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拍照 而且这个拍照都是免费提供的 我们现在呢就跟着队伍一起去喂大象了 这就是大象要吃的美食 那边看到没 选择大象 刚才你们做的这个东西 喂了 要不然它吃到好吃了 它就不吃你们的这个 要自己吃了啊 大象我们看的话就可以放鼻子上给它 它会卷走 如果胆大了就跟它说 昏熟 昏熟它也是沾嘴啊 可以放嘴巴里面 一个一个一个放的啊 在这里之所以叫大象保护营 是因为我身后的这些大象呢 它们都是从各个地方 营救出来的 怎么说呢 比如说像那个小象和旁边的那头象呢 它们以前就做表演的 所以当你在喂食它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习惯性的这种表演过的一些反射 比如说给你鞠躬啊 经理啊等等 而其他的这些大象呢 你看上去可能会觉得它有点呆 这些大象呢 以前是在其他地方做苦力的 比如说拉木头啊 等等这些 它们要么就受到了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对待 所以大象保护营就把它们营救出来 用钱把它们赎出来以后呢 对它们进行一些治疗 再者后来呢就是在这里 呃 跟大家一起互动 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呢了解它的生活细性 然后了解到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给它一些关爱 而且如果遇到有老弱病才的一些大象呢 还会对它们进行治疗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的 游玩的这个费用 其实也就是给予它们整个基地的建设 和对大象的这些 食物的提供 也是在做一份工艺 这头大象呢是有60岁了 是目前 大象营里最老的 所以它的动作呢有点迟缓 来 哦要把它放上去 把它放上去 哦 香蟹大象呢如果是正常来说 它们一般是可以活到70岁到80岁 如果说 它是以前经常被人用来骑它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呃 有来像不骑大象那种的话呢 有时候它会很郁闷 就是会有抑郁症 有抑郁症的大象一般可能也就是只能活到50岁 所以说 关爱大象 从 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我们更多的是跟它的亲密接触 而不是去 其它 嗨 嗨 我没有香蕉给你了 喂完大象呢就可以过来先用一点小点心 泰式的椰子球 还有 闲家的果汁 和果冻 喂大象好不好玩 好玩 现在是来给大象 涂鸦 抹泥 哎大象是很喜欢泥的 因为呢 这个泥在它身上会有一种保护作用 而且它可以止氧啊各种的 牛仔裤倒是一游 挡住我了 洗了以后呢现在我们要进池子里去和大象一起洗澡 刚才跟大象合影的时候 它那个口水不停的在我头上滴 不过这种体验真的是 前所未有的 也是人生第一次 很值得 我们今天的主角要回去休息了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愉快的下午 拜拜 和大象互动结束后 小哥还教大家现场制作泰国名菜 木瓜沙拉和吧台 食材和用量一一介绍过后 一顿操作猛如虎 最后上桌 这个过程真的是让我口水直流啊 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呢 是含了一顿餐的 那这个餐除了刚才我们看到有这个帕胎 还有木瓜沙拉就是送到那里外 那还有鸡腿啊 蔬菜呀 米饭呀 水果呀 都有 所以喜欢吃 就来多吃点 嗯 好吃 这就是我们在奈迪大象保护营的一个下午 让我们一起把其大象变为保护大象和大象一起互动 让我们更多的懂得和爱护大象 爱护所有的生灵 好了 我是牛仔裤 我在普吉道 我们下回再去看其他好玩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